快人快语 天下事 京腔京韵 老北京 28 28 四中全会晚到家 山人来迟因何故 火拼内斗大搏杀 彭斯演讲再轮垂 特朗普的大石化 雨点一般往下砸 中共罪行晒一遍 气得北京直磨牙 磨牙 你们跑着睡觉来了 那叫气得直咬牙 对对 咬牙 不过都一回事 我睡觉时候就咬牙 哎呀 绕不开睡觉了这位 好做中国梦啊 行行行 赶紧行行吧 彭斯演讲已经开始了 甭提彭斯演讲了 大裤衩紧着在那祸悉泥 崴脚步 窜出春莹画的吗 祸 一气骂了三张纸 党外看完乐开花 还是小画卖力气 这个月猪肉票 我给你发一答 嗨 我说蓬佩奥22号演讲 春莹骂的那么卖力气呢 感情这挣肉票呢 打住 千万别提蓬佩奥 这人比川普还脚牙 那22号那破演讲 我想起来就生气 华春莹呢 听我指挥啊 准备好口水 我喊123 你立马跳起来 开骂 各位茶友 各位观众听众 大家好 欢迎光临老北京茶馆新频道 品热茶 听重磅 我是刘卓 我是李正 茶杯断好了各位 上重磅了 刘神健身热水 一年之后 美国副总统彭斯 第二次就中美关系 发表重磅讲话 这点赶的就够重磅的 谁都知道美中正在着手准备 第一阶段贸易文件的文本 25号的时候 美中贸易他们代表 就要举行电话会谈 讨论第一阶段协议 所取得的进展 这是彭斯演讲 第二天的事 当天还有事呢 就在彭斯演讲的24号那天 把时差往前推半天 史上最难产的四中全会日期 终于产房传喜讯 升了准日子 28号 没错 第19届四中全会 定于10月28号到31号 一说这四中全会 我这话又多 我查了一下咱们上回节目说这四中全会 是第114集 对 这次正式宣布开会日期呢 咱们又做节目 都195期了 整差了99 81集 你就说这81集里边 党内宫廷大戏 有多少明真暗斗 刀光剑影 行就别回忆那过程了 眼门前的糟心事还顾不过来呢 贸易战香港问题 到如今 都是个问号 又让你给说点了 这回彭斯又演讲 党这心脏都提到嗓子眼了 新中号我这憋了一年多 好不容易憋出一四中全会 您偏会前演讲天堵 您倒是等开完了再讲啊 嗨 这党心里没底 人家彭斯的演讲也已经是延期举行了 不过我犯一事了一张 你还真明说中共的扛骂能力确实增强了 这话怎么说 25号央视大部长发表的国际瑞评 调门明显低多了 这一边说彭斯此番演讲基本是老料重弹 继续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 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 一边又说整体基调有所缓和 脸皮上那保护层又厚了 去年厚度不够 结果党的坚强领导集体 连夜听完彭斯演讲 按宋丹丹的说法 七个老头当场昏过去六个 嗨全败过气息了 对 连惊吓带生气悲愤交加呀 这回听完七场伟互相一学嘛 行都在那坐着卡不眼睛呢 嗨赶紧探在鼻子底下还出不出气 嗨探了有气 你说是不是扛骂多了这个 可不扛骂了吗 这一年净挨骂了 不过另外你也别被大裤衩那调门给迷惑了 怎么了 大裤衩说美国缓和 那是说给老百姓听的告诉吃瓜群众们 别以为美国给你们这帮韭菜屁民撑腰 我党就给你什么民主自由 美国现在骂我党掉门温和多了 这足以证明 厉害了我的国 没骂他狗血喷桃就算夸奖他了 党这身皮子真够紧的 不过按大裤衩这说法 崴脚部那帮战狼没地发挥去了 怎么了 人家都缓和了呀 咱也不好跳脚吐口水呀 哪儿呀 华的妈都骂了三张纸了 真的假的呀 这还有掺假 哎 我看这下刘卓 咱俩就是这个华的妈怎么骂彭斯的 一条一条对照人彭斯那原话 这大伙说说怎么样 哎好主意 正好我昨儿还真看了彭斯演讲了 美国之音的还出了全文翻译 对啊 行咱们开始啊 等会儿 我先简单说一下彭斯演讲的背景信息啊 对对对 你先介绍一下 大家都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中国相关议题上是保守强硬派 鹰派 对 去年10月4号的时候 彭斯在哈德迅研究所发表过第一次对华政策演讲 被外界呢 誉为是火力全开重磅怒对中共 被称为新冷战宣言 那次演讲的时候 彭斯一通披露中共暗中企图干涉美国中期选举 干涉美国电政 并且进行全面协调性的活动 来破坏美国人民对川普总统的支持 没错 彭斯明确下结论中共在试图塑造美国舆论方面的行动超过俄罗斯 彭斯呢还谴责中共推行一带一路 利用债务外交扩大全球影响力 还利用金钱收买和说服那些拉丁美洲国家跟台湾断交 还有呢强力抨击谴责中共的互联网审查 还有宗教迫害人权迫害反正一大堆吧 总而言之一句话 那次演讲可是把中南海给吓了 要怎么说呢 彭斯要进行第2次演讲 这习近平能不冒汗吗 四中全会到现在能开成什么样还是个悬案呢 怎么接招啊 有华盛顿内部人士告诉记者 说其实彭斯这第2次演讲已经延迟了好几个月了 本来呢他计划今年6月4号 就是六四大屠杀30周年继日那篇讲 对 但是因为川普考虑到当时要在日本大阪跟习近平谈贸易 为了照顾一下对方情绪 所以这演讲推迟了 必须推迟 川普知道演讲里头没好话 不过下个月川普又要跟习近平在智力的APEC会议上见面了 触得好的话 有可能签署阶段性协议 不过这回川普不推迟了 这是要把话先撂那该说得说了 对 24号上午11点的时候 彭斯来到华府智库威尔逊中心举办的首届马勒克公共服务领袖讲座 发表了各界猜测已久的对华政策演讲 美国之音有四个字评价彭斯的演讲 措辞严厉 到底怎么严厉 一会大伙听听 行了 这背景介绍够全面了 开始上大碗茶了啊 你说完脚部这叫骂 我给你上彭斯的原话 好嘞 听好了 大标题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美国副总统彭斯涉华言论 发表谈话 叫谈话 听起来这没火药味啊 你往下听啊 头一段 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讲话 对中国社会制度和人权宗教状况进行蓄意歪曲 对中国内外政策进行无端指责 彭斯的讲话与其去年十月的演讲如出一辙 流露出十分的傲慢与虚伪 充满了政治偏见和谎言 这华大妈看过傲慢与偏见 别讨乱 后边还一句呢 中方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 行了 这反方骂痛快了 听听正方的原话吧 别急 这还没说完呢 刚才是总骂 下边还有分项骂呢 嗨 这骂的还挺有条理 这样 我看咱华大妈骂一项你念一项彭斯的原话 行不行 行上下脸得对上 对 华大妈说 中国人权状况好不好 最重要的判断标准是中国人民是否满意 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 中国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越来越强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保护和促进人权 中国人民享受着前所未有的权利和自由 中国各族人民依法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 哎我这听着都欢欣鼓舞了呀 挺有效果 听彭斯这下联啊 咱们说的 今天中国共产党正在见识一个前所未有的监控国家 数以亿计的监控摄像头 从各个角度拍摄老百姓 少数民族必须接受随意设置的检查站的检查 警察对他们采血样提取指纹 录音还进行多角度头部拍摄 甚至眼红膜扫描 这些工具不仅在新疆等地部署 而且还输出到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国家 中国数百万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 一直在抵制共产党跟住他们宗教文化的做法 中共政府逮捕基督教牧师 禁止销售圣经 拆毁教堂 监禁了100多万维吾尔穆斯林 因为上述原因 我们追究了北京的责任 上个月 特朗普总统对一些中共官员实施签证限制 还对中共20个公安部门和8家企业实施制裁 惩罚他们迫害少数民族信仰群体的罪行 华的妈表示 需要猛眨眼 以及翻白眼 留神翻成白眼女战狼啊 行说台湾香港问题 先说华春云华的妈怎么说的啊 华的妈说 绝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香港等问题 以彭斯为首的一小撮美国政客 对这些问题上颠倒黑白说三道四造谣污蔑 但是乌云挡不住太阳 谎言改不住真相 中国人民不信邪不怕邪 任何给中方灾无名泼脏水的图谋 注定都是痴心妄想 必将被历史所唾弃 最后还吐口吐吗 唾弃 不吐唾吗 这恶气出不来呀 听着彭斯原话啊 我们支持台湾捍卫其来之不易的自由 本届政府批准了更多的对台军售 并且承认台湾是主要贸易经济体 和中华文化与民主的灯塔之一 您听听 彭斯还懂得保护中华传统文化呢 可不吗 彭斯还说了 我们的政府会信守一个中国政策 包括三项联合公报和台湾关义法 但是必须看到 在过去一年里 中共通过金钱外交 又使两个国家跟台北断交 跟北京建交 向台湾民主施压 国际社会永远不要忘记 跟台湾接触不是威胁和平 而是保护台湾和整个地区的和平 美国始终相信 拥抱民主的台湾 向所有中国人展示了一条更好的道路 党就怕最后这句 老显被台湾的民主自由勾这帮吃瓜的 这闹心不闹心啊 听着啊 亮点来了 香港问题 彭斯在香港问题上说的最多啊 给我们念念 彭斯说呢 在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和平抗议之际 我们为香港民众发声 特朗普总统很早就明确表示 必须要尊重港人权利的和平解决方案 这些权利是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所承诺的 又提那过期作废的历史文献 然而过去一年来 没有什么比香港的动荡 更能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自由的反感了 我重复一句啊 没有什么比香港的动荡 更能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自由的反感了 大伙没事说好好评评这句话吧 往下听 150年来 香港一直是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的一个重要门户 香港是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 有着稳固独立的法律机制 活跃的自由媒体 几十万外国居民在香港安居乐业 香港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告诉世界如果中国拥抱自由 将有多么的繁荣 然而过去几年 北京加大了对香港的干预 采取了遏制港人权利和自由的行动 这些权利和自由 本是当初定立一国两制时 国际协议所保障的 又说那历史文献呢 特朗普总统已经说得很清楚 美国支持自由 我们尊重各国的主权 但是 美国期待北京信守承诺 特朗普总统一再表示 如果中共当局暴力对付香港抗议者 就很难达成贸易协议 自从总统表态以后 我高兴的看到 香港当局已经撤回了逃犯条例 北京也展示了一些克制 万不得已的权宜之计 后边还有秋后算账呢 彭斯最后就说 在今后的日子里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 美国会继续敦促中共保持克制 信守承诺 尊重香港人民 过去几个月一直在和平抗争 来捍卫自身权利的香港人 美国与你们同在 你们鼓舞了我们 希望你们继续坚持 非暴力抗争的道路 几百万美国人在为你们祈祷 对你们表示由衷敬佩 真看出来了 自由绝对是美国精神的灵魂 香港人对自由的舍命保卫 让心灵相通的美国人 感同身受啊 是啊 该说中美贸易知识产权了 来了 华春莹对于党国的外商投资 知识产权等经济政策 是这么说的 中方坚持改革开放 致力于保护知识产权 设立了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 创造良好环境的政策 保护在华外国企业合法权益 外国企业享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 不存在受到 胁迫问题 打住 这存不存在 别说早了 咱们看看彭斯有没有证据吧 行 彭斯就说 尽管中共领导人2015年 在玫瑰园承诺停止盗窃知识产权 但中共继续协助和教唆 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 这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是 您承诺那干嘛呀 关键时候完全忘记 共产党员打死也不承认的死出原则 不承认也不好使了 让人家抓住手腕了呀 什么手腕啊 彭斯就说 今年7月份 美国联盟调查局局长告诉国会 他们针对知识产权盗窃 展开在1000项调查之中 大多数都涉及中国 美国企业每年都在知识产权盗窃上损失好几千亿美元 由于中共侵犯权利和盗窃的才能 这些统计数据的背后 受害的不仅仅是美国的工商企业 还包括个人家庭和他们的梦想 本来我们的自由企业依赖着那些有冒险精神的公民 追求他们的梦想 而且付出了重重代价才获取的成果 但是当他们的劳动成果被盗取 辛勤汗水复之东流的时候 我们整个的自由企业制度就被破坏了 副总统替中小企业者控诉呢 彭斯接着说 仅去年一年 涉及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窃案就接连不断 今年3月份 特斯拉对一名前工程师提起诉讼 指控他在跳槽的一家中国自动驾驶汽车公司之前 盗取了30万份特斯拉在自动驾驶方面的机密文件 去年12月 美国司法部透露他们已经破获了一个中共国安部臭名昭著的黑客组织 这个组织已经干了4年坏事 窃取了10万名美国海军人员的姓名和数据 还有舰船维修方面的信息 给我们的国家安全带来了严重后果 要怎么说呢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是啊 彭斯还说 北京还打破了民用和军用技术领域的界限 中共呢 管这叫军民融合 根据法律和中共国家主席的命令 无论是私营公司 还是外国公司 只要你在中国 都必须跟中共军方共享他们的技术 对 华为就是 好多高K公司 尤其是监控设备的公司 就跟我们说了 彭斯最来气的 就是中共借美国的大公司 还有跨国集团 向美国人输出言论审查 NBA 这段我来念吧 行你念吧 彭斯说 正如我去年所说 在本地区和世界各地 发挥影响力的同时 中国共产党还在继续 奖励和胁迫美国工商企业 电影制片厂 大学智库学者记者 以及地方州和联邦的官员 来影响美国的公共舆论 中共最近就试图利用公司的贪婪 出口他政权的标志 言论审查 胁迫美国公司参与影响公众舆论 彭斯说 太多美国的跨国企业向中共金钱和市场的诱惑磕头 他们不仅不批评中国共产党政府 也不积极表达美国的价值观 耐克就是一点性例子 这耐克曾经自称是所谓社会正义的捍卫者 但是在香港问题上 耐克已经把社会良心拒之门外 对 耐克在中国的门店下架了修作能火箭队的所有产品 报复莫雷娜 彭斯就说 耐克加入了中共政府对火箭队总经理推文的抗议 那条推文是 征自由挺香港 NBA一些最大排的球员还有老板经常行使批评美国政府的自由 但是在中国民众的自由和权力问题上 他们却失声了 NBA与中共政府为伍 压制言论自由 简直就是中共政府的全资子公司 说的真够狠呢 当美国公司职业运动员拥抱审查的时候 这不仅仅是个错误 这违反美国的精神 美国公司应当在国内和世界各地挺身捍卫美国的价值观 你说了这么一大堆 人家华大妈就一句 外国企业 想要充分的经营自主权 不存在受到胁迫问题 一言以蔽之给毙了 这要真是一言以蔽之还好了呢 华大妈一开骂就很容易受不住 他不说了吗 我们奉劝美国一些人好好照着镜子 认清自己的问题 管好自己的事情 不要在满世界大放厥词 早点收集那套损人不利己的把戏 行了 我看咱就甭欣赏华大妈这国骂了 虽然比较酣畅淋漓 但是呢也夹杂着农家肥的味儿 耳根子不清净 这样吧 咱最后再说一事 彭斯的橄榄枝 这事确实得说说 这是彭斯本次演讲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 因为这次演讲正好是美中贸易谈判 还有香港局势未定的关键点 彭斯的讲话声调 会被看作观察美中关系 下阶段走向的风向标 简单说说啊 彭斯的原话是 人们有时会问特朗普政府 是否寻求与中国脱钩 对此的响亮回答是 不 美国寻求与中国接触 以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接触 但是接触的方式要符合公平 相互尊重 和国际商务规则 这后边还有话呢 然而到目前为止 中国共产党似乎继续抵制真正的开放 也不想跟国际规范接轨 北京今天干的一切 从网络防火墙到南海人造长城 从不信任香港自治 到压制有宗教信仰的群体 都显示 中共几十年来 一直在主动与外部世界脱钩 彭斯这话就差点直接说骗子了 他谴责北京还说 本着坦率的精神我必须告诉你们 我上次发表演讲一年后 北京方面仍然没有采取重大行动 来改善我们的经济关系 至于我们提出的许多其他问题 北京的行为甚至愈演愈烈 更破坏稳定 比如贸易方面 本来经过好几个月的艰苦谈判 今年5月 双方已经在许多关键问题上达成共识了 结果最后一刻中共放弃了一份150页的协议 让谈判前功尽弃 您打流氓白教啊 那是几十年耍出来的 彭斯接着还说 尽管中共承诺打击芬太尼和其他合成类药物 但事实是 这些致命药物依然源源不断的涌入美国 每个月 夺走成千上万美国人的生命 这可是当初习近平在饭桌上亲口答应川普言查的 彭斯还说北京的经济和战略行为还有影响美国公众舆论的企图 都印证了我一年之前所说的话 这话今天仍然准确 中共希望管理美国的是另外一位总统 这反过来证明了特朗普总统的领导正在奏效 现在的事实是美国的经济实力与日俱增 中国的经济正在付出代价 向各位保证本届政府不会退缩 够直率 也是跟骗子流氓也甭兜圈子了 不过彭斯这次跟川普采用了一打法 重拳之后依然寻寻善诱 给对方留出足够机会 彭斯就说 虽然说了上面那些话 但是总统已经明确表示 美国不要跟中国对抗 我们寻求的是公平竞争的环境 开放的市场 公平的贸易 还有对方尊重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没想遏着中国发展 我们希望和中国领导人有建设性的关系 就像我们和中国的人民 在几代人的时间里享有的关系一样 如果中国迈不向前 抓住这独特的历史机会 重新开始 停止那些一直占美国人便宜的贸易行为 我知道 特朗普总统已经准备好 和中国开启 新的未来 咱说了这么一大堆 但李李彭斯这橄榄枝有几个意思 第一 美国的目的 不是让中国完蛋 相反是希望中国人好 美国不会拒绝和中方合作 但是 中共 必须改变 不过彭斯也是提了醒了 这么说的 美国人民和美国当局 一定会保持决心 本着对所有人的善意和容忍精神 捍卫我们的利益 捍卫我们的价值观 第二 彭斯说 川普总统和习近平 建立了牢固的个人关系 继续寻找加强两国关系 以改善两国人民交流和沟通的方法 插一句 彭斯专门提到 我们将继续通过教育 旅行和文化交流 在两国人民之间建立纽带 您听清楚没有 这是辟谣呢 我们可没说对中国大陆的留学生 关闭大门 第三 美国正在向中方伸出橄榄枝 希望北京在不久的未来 将以行动 而不是口头承诺 对美国再次表示尊重 并向前迈进 不知道茶友们注意没有 这彭斯的演讲有个弦外之音 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是中共 跟美国脱钩的也是中共 什么时候中共学会了尊重美国 学会了在自由对等的基础上跟美国打交道 跟世界打交道 美中关系 自然走向良性发展 彭斯在演讲中还说了这段话 中共绝不能低估爱好自由的美国人的任性 还有美国总统的决心 中方应该知道 美国的价值观根深蒂固 我们对这些价值观的承诺 仍然像我们的开国元勋一样坚定 在美国民主和自由之光永远不会消逝 提醒中共呢 给你机会可别想多了 彭斯接着还说美国是在反抗压迫和暴政中诞生的国家 过去几个世纪一直如此 美国人相信 遭物主赋予人们不可剥夺的权利 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 没有任何东西能改变这些信念 彭斯最后说 我们相信一切都有上天的安排 听完彭斯如此 志诚和慷慨的演讲 抱歉 我有一个不太乐观的预感 美国伸出的橄榄枝 中共接不住 你可别瞎语言啊 回头人家真接住了 咱们砸牌子 没那么严重 不是说今年11月份川习会的具体结果 我是说长远的结果 长远结果 这怎么长远法 咱们老辈人不说吗 三岁看大 七岁看老 共产党打一出现 就是流氓 污赖起家 七十年打砸抢杀 忽悠欺骗 一贯如此 这位都七十岁了 您还爸妈他改脾气 从良 可能吗 这倒也是 有那句话跟那了 好良言 难劝该死鬼 就是 当然了 彭斯这些话 中国老百姓要是有机会看到 倒是好多人能听得懂 不信你细评评 彭斯说那些狠话硬话 没有一句是说给中国老百姓听的 全冲共产党说的 对啊 而且 彭斯对中国民众的态度 尤其亲善 大概其实应该是对 享受不到自由的人的同情和爱护吧 反正我这脑里吧 一直想你说那句 中共接不住橄榄枝呢 其实今年五月份不就是吗 当时要得共产党不耍赖 直接把协议签了 还至于像现在的捉襟见肘吗 但凡有一转机 也得被自个给葬送了 吊门喊那么高 自己给自己搭梯子 玩命上纲上下 弄得跟宇宙无敌大将军似的 拔的忒高 吹的忒狠 欠债的又忒多 跟事实反差又忒大 最后下不来了 对 香港问题就是这么发展的 所有机会 林郑一直在亲手葬送 一直到一败涂地 彭斯讲话有温和一面 这是没错 但是 那是自由世界的川普政府 看在被绑架了的中国人的面子上 给中共这个政权 已改过的机会 对 这就等于说 看在中国老百姓面子上 我再拿你当回人吧 你要是实实物呢 就给脸要脸 就是那意思 但是自由世界再给机会 架不住这愚蠢猖狂的共产党 不要机会 还拿对方给的机会耍着玩呢 不把这川普彻底激怒不算完 什么时候美国把橄榄枝缩回家 中共什么时候停止折腾 所以咱们就看着吧 共产党演那一出 一屁俩谎戏码 什么时候穿帮 共产党不一天到晚 派着美国民间大选 民主党的大佬拜登上台吗 我看报道说 6月份的时候 拜登狠批中共的贸易政策和军事举动 说美国一定要对中共强硬 反共这事都成美国政客的政治正确了 连亲共亲了多少年的老朋友拜登都变了 党要不哭晕在厕所才怪呢 现在反共绝对是美国政界的共识 彭斯讲话这算客气的了 22号就在彭斯演讲前两天 国务卿蓬佩奥在华府保守党会议上发表演讲 痛批中共的高压和贪腐治国 包括在香港一国两制 还有南海问题上食言 蓬佩奥还说了一句特扎心的话 说中共充其量就是拿高压胁迫和贪污 当治国工具的竞争对手 精辟的总结 不光精辟还精准呢 一刀命中挡心脏了 还真是 蓬佩奥还说 对于来自中共的威胁 美国现在已经看得非常清楚 希望欧洲还有其他国家也能看清楚 川普政府努力彰显追求民主自由的决心 这跟中共的价值观形成最大对比 中共试图输出完全相反的意识形态 NBA事件就是典型例子 蓬佩奥当天在哈德逊研究所 播客平台上说的更直接 他说 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问题 就是 一贯破坏承诺 共产党这位就认灾吧 白宫的两大员 彭斯蓬佩奥 态度代表的都是川普 上个月联大开会川普演讲 掉门都定了 说 过去100年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杀死了1亿人 他们绝不是正义的化身 既不能创造平等 也不能解除贫困 更不是为了国家利益 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统治阶级的权利 嗯 结束的时间到了 最后跟大伙分享一个坏消息 23号英国发现的卡车集装箱里头 那39具尸体 周五BBC说 警方已经查明 死者生前都是中国共民 但是我看最新消息了 也有个别的是越南人 最后准确的国际构成 这还得等警方的通报 这是特别让人悲伤的一消息 当地时间23号凌晨1点40 英国警方打开一辆停靠在埃塞克斯郡工业区的集装箱卡车后门 他们被眼前的一幕给惊呆了 集装箱里边躺着39个人 31男8女 其中甚至还有一个小男孩 但是 所有的人都已经停止了呼吸 警方说 卡车司机25岁的北爱尔兰人罗宾逊已经被捕 正在接受审讯 至于受害者什么时候从哪进的集装箱 死因是窒息还是低温等等 都要等待警方的调查结果 好多人应该都记着2000年6月份的时候英国发生了另外一个惨案 当时英国口岸当局在一辆从德福港入境英国的集装箱卡车上 发现了58个中国偷渡客的尸体 仅有两个人生还 虽然事后荷兰籍的货柜车司机被以过失杀人罪判处了10年监禁 但是58个中国人却永远失去了生命 这次也是39位中国人在踏上旅途的时候 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 他们不仅永远告别了故乡 也将永远告别人间 几十位中国人惨死的消息爆出之后 举世震惊 英国首相约翰逊说 这是一场不可想象的悲剧绝对令人心碎 我正在定期了解最新进展 我们的内政部也在跟警察局密切配合查明原因 我心系所有丧生者和他们所爱的人 要是中国领导人这么说就好了 事发地英格兰格雷斯市市政府周四降半期致哀 网友在推特上转发的视频显示 沿途的英国警察向集装箱里39具遗体低头默哀 许多当地人也点着蜡烛哀到他们 为他们祈祷 新人还真的是挺善良了 但是想必这几十位命运不济的人 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他们永别的故乡 党嘴里所谓那祖国对他们离世的态度 就在惨案震惊世界 全球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之际 中共审查机构悄悄切断了 CNN对30多名中国公民死亡事件的报道 其实严格的说不是一开始就封锁消息的 我查了 23号刚开始外媒爆出英勾卡车里发现39具尸体的时候 新华网不但瞬间登出了快讯 还出了图片新闻一通报道 但是英国警方宣布死者是中国人之后 新华网再也没跟进 一个字都没有 不光没有 CNN还发现 他们的报道被中共政府给切断了 CNN记者后来就说中共审查国际媒体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也不奇怪 他们只希望所有跟他们有关的消息都是展现实际的好消息 中官媒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在国内微博上一通质疑英国 这样的人道主义灾难性事件在英国屡次出现 实在让人无法接受 网民发问 胡总 祖国这样繁荣稳定强大 为什么中国还有人甘愿冒生命危险偷渡啊 而且还偷渡到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 中共的崴脚部记者会上面有CNN记者就问这个问题了 这话的妈眼眨的跟打点记事气似的 当时说话就鱼无伦次了 你问这个问题很不合时宜 你问完这个问题 CNN能得分吗 你这出发点就很有问题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 中国人的幸福感 获得感 安全感 满足感前所未有 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想来中国学习旅游工作 甚至来定居成为永久居民 晕菜 行了 拜拜吧您呢 你干嘛去了 还没说完呢 回来 给我回来